还记得你上次吃罐头是什么时候吗? 吃的是肉罐头还是水果罐头呢? 在国人眼中,罐头作为一个外来品 并不像汉堡和炸鸡那样受欢迎 有的人甚至一年都不会吃一次罐头 然而,在美国和欧洲 罐头却像我们的家常菜一样 被频繁消费和食用 而中国作为罐头出口大国 生产的罐头在全球150多个国家畅销 尤其受到欧美人的喜爱 中国和欧美在吃罐头的喜好程度上 为何差异那么大? 刚来的新朋友没点关注的可以先点个关注 即便欣赏往期的视频 又不会与最新的视频实质交臂 疫情来袭的时候 全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囤粮计划 美国的超市跟中国的超市一样 早早的有人排起了长龙 但美国人不抢面粉和大米 而是疯狂抢罐头 美国的Costico超市 售卖一款名叫末日罐头的奇葩罐头 末日罐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非常的贵 一套末日罐头的售价是8499.99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4万元 为什么末日罐头的价格 可以抵掉一个中国打工人接近一年的工资? 原因在于 这组罐头是为一个四口之家所准备的 可以吃一年的食物量 一套末日罐头一共有230个罐头 再加30个桶装食品 罐头的总重量达到了816千克 也就是超过1500斤 如果中国人囤1500斤米面 完全足够一家人吃一到两年 那么末日罐头售价如此高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如果让中国人吃一年罐头和桶装食品 内心肯定接受不了的 南方人如果不吃大米 北方人如果不吃面食 都会觉得自己没有正常的吃饭 如果真要吃一年罐头 那可真像闹饥荒的年代了 为什么欧美人士喜爱吃的罐头食品 在国人这儿就不受欢迎呢 国人的潜意识里 都认为这种储存时间长的食品 添加了大量防腐剂 既不新鲜又没营养 从古至今 国人在食物短期的时候 早就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储藏食物的方法 比如烟熏、日晒和盐烟 但是烟熏和盐烟保存食物的方法 一度引起争议 认为亚硝酸盐含量较高 所以不建议频繁大量的食用这些食物 有了这些长期储藏食物的先例 国人对于罐头的理解 也是不新鲜的、不健康的 大多数人会觉得 比起水果罐头 他更愿意去街上买新鲜的水果 或者自己种植新鲜水果 因此在罐头食用上 国人和欧美的食用数据 存在着较大差异 美国人一年消费的罐头量最多 每个人平均一年可以消费90千克罐头 欧洲人每人每年 平均消费50千克罐头 而日本人每人每年 平均消费的罐头也有23千克 像美国的家庭 一周吃掉15个罐头再正常不过 可在中国人这里 平均每个人一年吃的罐头 连16斤都不到 其中还有很多中国人 一年到头都不会吃罐头 其实 国人不爱吃罐头的理由 是一种对罐头食品的误解 罐头食品的做法和工艺 远比我们想象的新鲜与健康 罐头食品采用八式消毒法处理 通过120摄氏度的高温 消灭掉食物里的细菌 如果是蔬菜罐头或水果罐头 只需要80至90摄氏度 就可以灭菌了 国人喜欢吃熟食 也喜欢用油锅热炒食物 油锅的高温在200摄氏度以上 然而会使食物的营养成分 有一部分会流失掉 而90摄氏度和120摄氏度的八式消毒 既达到了消毒要求 又能将蔬菜水果和其他食物的 营养价值完好的保留下来 罐头食品一般是在食物最新鲜的时候 进行封装和密闭储藏 罐头里的食物会一直保持新鲜 而且合格的公司 是不会在罐头里添加防腐剂的 这也需要买家学会挑选罐头 尽量选择靠谱的品牌和公司 而且要仔细观察罐头的封装情况 尽量选择包装完整崭新的 如果罐头外部出现了凹陷 多半是有细菌入侵和损坏 一些营养专家曾说过 目前城乡居民的 每日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量 是不达标的 很多人没有做到营养搭配 而罐头食品里的种类丰富 不仅有鱼类和肉类 还有各种水果 甚至有蘑菇和芦笋等等 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这也是美国人花4万人民币 疯抢能吃一年的罐头的原因 事实上 国人虽然不爱吃罐头 中国却是世界上的 罐头生产国之一 据统计 早在1959年 我国的罐头产量 就达到了16万吨 其中有8.2万吨 是出口到海外 而在2021年 我国的罐头出口量 约有200万吨 销售额超过了207亿元 并且我国的罐头出口量 还在上升 2023年的出口额 将超过3200亿元 外国人那么喜欢 中国生产的罐头食品 看来是认可他的营养和安全 那么对于国人来说 是否也需要改变 对罐头食品的看法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球仔的 别忘了点个关注